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市值一亿元 刘兰雄一封接收写字楼后 吕丽君便辞任该公司的董事 并改由甘比姐姐陈世运担任 也就是说写字楼现在由陈世运管理而同一天 吕丽君便缓清了市值三亿的跑马低豪宅案街 刘兰雄曾与吕丽君相恋多年 两人交往期间 吕丽君更为他产下一对子女 那些年他对吕丽君及其子女宠爱有家 经常送名贵包包珠宝 豪宅游艇 出手非常大方 当吕丽君以为自己一定能嫁入刘家时 中途却跑出来别的女人 直接令他好闷闷碎 这个女人便是刘兰雄二婚妻子甘比 有传当年刘兰雄病重时 吕丽君整天只想着钱 一点不关心他 导致他对吕丽君深恶痛绝 出院后他果断跟吕丽君分手 并转身引起了悉心照顾自己的甘比 虽然吕丽君没能嫁入刘家 但他跟在刘兰雄身边多年 早就积累了大量财富 身家高达20亿 是名副其实的富婆 没想到拥有博士学历的他 投资眼光非常差 近年亏损严正 优质他已亏光20亿面临破产 无奈之下 吕丽君只能求助前男友刘兰雄 刘兰雄虽说不想跟吕丽君再扯上关系 但为了不影响一对子女 他还是答应跟吕丽君见面 两人见面的消息传开后 引起了外界众多猜测 有人甚至怀疑他们要复合 为避免大家乱猜 刘兰雄立马发声明澄清 即后还召开记者会进行说明 记者会上他强调跟吕丽君没有复合 如果不是看在子女的面子上 他绝对不会帮对方 他还嘲讽吕丽君很蠢 试图用低劣的招数接近他 对于外界说他把全部身家都给了甘比 他也做出了解释 他说自己的财产不仅甘比及其子女友 保永勤子女友 吕丽君的子女也有 记者会结束不久 刘兰雄便买下了吕丽君的豪宅 让吕丽君有钱还债 豪宅交易价为4000万 较单位估价低近16% 他透露房子买回来后他不会拿来自住 可能会租回给吕丽君 将来考虑转赠给妻子单比 除了买吕丽君的豪宅 以及接收奇血字楼 刘王雄最近还有一个大动作 那就是公开拍卖77只名牌包 这些包合共估价1600多万 眼尖的网友发现 当中不少款式都是吕丽君背过的 商人不仅怀疑刘王雄以自己名义 帮吕丽君卖包还债 总体来说 尽管刘王雄很讨厌吕丽君 但对方始终为自己生下一对子女 他无法见死不救 不管怎样 希望吕丽君早日度过困境吧 而前段时间 有媒体爆出 大刘与吕丽君的女儿刘秀莹 再会移民做准备 进而转移资产 子女先去国外打头阵 获得合法身份 父母在国内以各种途径 将资产转移至国外的子女名下 媒体表示 此举是不少人经常操作的方式 当初吕丽君在获得数亿元的分手背后 并不甘心拿 这只笔巨款度过于深 而是做起了投资 奈何近些年来 吕丽君投资接连失败 顺制已到入不敷出的境地 就连属于女儿的那部分资产 也受到波及 所以 吕丽君不得不低头 向旧爱大流求助 做最坏的打算 不知道女儿刘秀莹这次出国 是不是大流给的计谋呢 值得一提的是 平日里 刘秀莹出门一般都是乘坐私人飞机 但这次她出国 则是一感奢迷高调的作风 儿是和母亲一起搭乘普通的民航飞机 此举要么是走得及没时间等私人飞机 要么是因为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 也难怪会被媒体吐槽为落难公主 刘秀莹刚出生的时候 可谓是备受宠爱 大流曾送给女儿一颗天价兰钻 作为礼物 作为掌上明珠的她 可谓是一时风光无量 后来大流一亲别恋 与李立军关系较恶 刘秀莹失宠后便跟随妈妈离开了刘家 不少人感叹好门之争甚是残酷 但是呢话又说回来 能把刘兰雄气到开记者发布会 她妈妈李立军算是第一人 月初她召开了记者发布会 全程90分钟 可谓经济不断 信息量爆炸 比如 娱乐圈的女友只占我所有女友的1% 比如 辟谣了当年与关之灵的高尔夫球事件 但更多的篇幅主要用来抨击李立军 首先交代了当天与李立军见面的原因 为了不影响家中小孩 特地把李小姐约出来 签署商业交易文件 其次 您却此次交易的性质纯属商业交易 并非对李小姐的私人照顾或支持 接着强调了开记者会的洞 既是为了维护家人 避免造成滋扰 但最最妙的地方是 这篇声明传插了几个耐人寻规的字眼 故意散布谣言 未免他人趁机招摇撞骗 还特地声明 本人早已处理好名下财产 以防日后 他人做出任何无力诉求 成经绯闻就成经绯闻 怎么还跟财产扯上关系了 不用说这个他人直指吕利金 言下之意 这次绯闻是李小姐故意炒作 大家不要被带骗了 我已安排好遗产分配 李小姐日后休想无理索取 这般决绝 可谓是把女风底裤霸穿 不留情面 实在与他年轻时的姿态大相径庭 李力金究竟何德何能 把刘丸雄逼到如此地步 还得从刘秀颖出身开始说起 2002年李力金为刘丸雄生下一女 刘丸雄赠豪宅送好车 把他接到刘家窄院居住 还花140万港币投的I love you车牌来表白 一时间刘严四起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 李力金要荣升为刘太太了 她果真与之前的音音艳艳不同 查女之后马不停蹄跑到伦敦度金 攻读化学工程博士 还大搞工艺 传立个人基金 当任香港妇女联合协金会主席 被大肖董挂名刘兰雄名下公司的执行董事 个人商业价值直线上升 彼时的李力金 有钱有闲 有学识 有能力 有人脉 大可一展宏图 专心自我提升 偏偏他什么都有 就是没有骨气 他的全部心思都放在了此境上 几乎同一时间 刘兰雄的身边 来了一个名叫干碧的女生 出身底层 学历不高 相貌平平 工作也不算体面 之前做鱼记装挖 明星绯闻 就是这样一个女人 成了李力金晋升最大的对手 直到2008年 干碧为刘兰雄生下女儿 李力金终于产生了危机感 毕竟她生产时孤身一人 而干碧生产时 竟得刘兰雄和刘老太太亲自探望 原来不知不觉中干碧早已俘获人心 李力金想不通他赢在了哪里 自己又输在了哪里 欲试想不通 欲试愤闷 为了捍卫正宫之位 他做了一件疯狂的事 干碧产女不久后 香港多家媒体同时收到了一分传针 署名李力金 遥遥洒洒好几页章 字里行间明保安分 查理查气 其中最精彩的有两句身为我们的助理 陈凯英小姐这几年所展现出的进取心 一直是有目共睹的 在不知道谁是女婴的父亲的情况下 我和老公也会在我们所能范围内 提供各种协助 何为进取心 何为不知道女婴的父亲是谁 前一句嘲讽了干壁 后一句得罪了刘兰雄 说孩子不是他的岂不是再说他 刘兰雄被戴了绿帽 并且他直接攻击孩子 刚出生的女婴 注定 戴着大人世界的战争和阴谋下的窗 八成长随着这份传针的曝光 大刘后宫争宠分波正式浮出水面 应战的却不是干壁 刘兰雄率先发威 停掉了吕丽君的信用卡 当面呵斥他形势太高调 大家是闹得人尽皆知 为女儿上下学都被人盯 更对媒体公开放话 吕丽君下费道歉一百次都没用 而在采访时他放话 他以为做了这种事出来会惊怒我的 记到我会做什么东西 但总而言之 他这么做就真是用 至了第一 若压力越大 我的抵抗力只会越强 都会坚强面对第二 这种事始终是家事 不应该纳出来讲 第三搞到女儿现在上学都有问题 我出入都不方便 责任哪个负责 他要检讨一下 这般雷霆震怒 令吕丽君当即服软 不久后媒体再次拍到刘家 流浪熊婉着吕丽君 谈笑分身 看似恩爱如初 只是这恩爱的背后 不知隐藏了多少心酸 不知道 吕丽君是不是真的在家里 下跪了一百次 更不知道为了出这一口气 他忍受了多少委屈 然而在忍气吞声也无济于事 吞噬已然显现 再后来 甘毕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 他变得越来越美 谈吐一态 全方位追赶上来 最重要的是 一如既往的温柔结语 刘老太太和刘完雄 先后并为之时 都是他无微不至的照料左右 反观吕丽君不见踪影 只在刘完雄打电话 命令他来探病时 匆匆逗留十分钟 至此刘完雄彻底倒戈 2014年两人终于分到扬镳 刘完雄受购了 吕丽君的嚣张闹吞 吕丽君却仍不知悔改 恩宠加身时 他是一人之下的金丝妾 金丝笼子撤掉后分餐露宿 寸步难行 吕丽君无法适应这种落差感 即使拿了20亿分手费 依然撇不知赤 他开始唱独角戏 直到这次的商场炒作事件 刘完雄依然不给吕丽君半点退路 大骂他得无厌 面皮后果恐龙皮 曾经的为人成品 毫无心机曾经的高知女博士 曾经一身要强 不愿重蹈母亲负责的女孩 终究落得一身骂名 在与刘完雄纠缠的岁月里少于关 与自身的根云和剑术只剩此境 在不对等的爱情关系中 一步步失去底线 失去尊严 第三下子只为伯君一笑 在豪门斗艳的戏码中 沦为谈资 沦为笑柄 门上耳朵 自欺欺人 理所应当 在豪门门破碎时 也必将毫无还手之力 结局其实早已注定 吕丽君不明白 又或许他早已明白 只是除了装睡 再也没有其他的止痛药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